禅宋十三年的太平洋电信电缆公司掏空案判决确定 泰电前董事长孙道存未造文书判刑三年 前财务执行长胡红九设备信判刑十四年六月 并科罚金十亿元 孙道存胡红九接任孙道存泰电董事长职务的同心语音 同等秘书黄精灵等四人 作赴台北地监署执行科报道 发监执行 至于被依罪罪判刑四年四月 确定的前副董事长孙朱仪 检方侦查时对其限制出境 但起诉后 从一审到三审法院届位对孙限制出境 孙在二审宣判后及出境未归 昨天也没向北检报道发监 检方对他发出居票 若居提位到即发布通气 孙道存胡红九在台北监狱 如今新收检查时都称病 随身带了药物 胡红九撑头晕 四肢无力 经检查血压和血糖较高 基于安全考量 先发并设 泰电前董事长孙道存在着手考上求车发监 刻意用手遮住手考 不想被看见 确定无法与嫩期共度中秋 记者苏建中摄影 分享 泰电前财务执行长胡红九 昨天在着手考上求车发监 因太平洋电信电缆公司掏空案设备性判刑 14年6月 并科罚金10亿元 确定 记者苏建中摄影 分享 孙道存曾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证款发监 检方未准 做入肩检查认定健康无疑虑 发意一舍的六人房 入肩的第一餐 二人没什么胃口 晚餐后胡红九补 棉卧床 孙道存席地而坐 未与其他收容人互动 另外 引爆黑心 由风暴的强关公司董事长叶文香 被判22年后喝起碗金自杀 引起社会震惊 亦昨天出院后即直接发监执行 屏东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林俊杰表示 叶文香住院初期的情绪并不稳定 在社工及家属的安抚下 出院前情绪已恢复平静 所以入肩与另外三名收容人同住 另一被告强冠副总经理戴启川已于本月15日发监 入狱前 他曾前往医院探视叶文香 规劝老板想开一点